三块巨大的石材 耗费了无数的财富和生命 它们在岁月的风雨中默默处壁 被遗忘在荒芜的山野之间 巨石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残酷而又荒诞的历史 请收看探索发现栏目即将播出的两集纪录片 《阳山论碑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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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山》位于江苏省南京市东南方向25公里处 在它的西南面山坡上 几百年来一直矗立着三块硕大无比的巨石 这些巨石在山体植被的硬衬下显得十分醒目 走近它们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 这三块巨石并不是天然形成的 在巨石的表面可以清楚地看出一道道人工凿克留下的凿痕 在巨石的底部可以发现它们已经与地面分离 石壁上还留下了许多凿粗的长方形柱洞 这三块巨石最小的一块高十米 宽二十二米 厚十点三米 它的重量接近六千多吨 而另外两块较大的巨石 在视觉上更像是两座小山 实际上这三块巨石本来就是阳山山体的一部分 它们都是从山上被开枣切割下来的 在巨石和山体相接之处 还可以明显地看出它们被工具劈开的痕迹 江南的冬天显得潮湿而寒冷 在阳山的脚下不远处坐落着一个小村庄 宁静的街道 三三两两的行人 这里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样的平常和普通 但是这个村庄却和阳山上的那三块巨石 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拥有一个不寻常的名字 坟头村 在当地人的传说中 这座村庄原来是一处巨大的坟墓 埋葬在这里的死者 都是当年开凿阳山之上那几块巨石的工匠 在开凿的过程当中 先后有三千多名工匠丢掉了姓名 今天我们一时间很难去考证这个说法的真假 但是坟头村这个真真切切的名字 仿佛是在印证着这个令人惊恶的故事 山坡上那三块白色的巨石 也被这个传说蒙上了一层神秘而肖色的色彩 那么这三块人工开凿的巨石是用来做什么的 从今天所保留下来的遗迹来看 三块巨石中最小的那一块很像是石碑的碑鹅 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它的外部形状 已经非常接近于中国传统碑鹅的样式 另外两块分别像是石碑的碑座和碑身 而组成碑身的那块巨石是体积最大的一块 它躺在地上的高度就接近四层楼那么高 如果把碑鹅、碑座和碑身组装树立起来 它的总重量竟然可以达到三万吨之多 而它的高度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七十八米 如果一个身高一米八的人站在石碑的旁边 当它抬头仰望的时候 出现在眼前的将是一栋高达二十六层的石碑大厦 时光仍然 岁月如梭 这座石碑并没有被处理起来 它们静静地躺在南京郊外的山路 在几百年的阳光和风雨之下 变成了被人遗忘的三块巨石 今天 它们被人们称为阳山碑财 这项规模如此巨大的工程是谁下令建造的呢 而建造它的目的又是为了什么呢 赫云敖是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 多年以来 他一直对南京地区的历史有着特别的兴趣 阳山山路的那三块巨石 也是赫云敖研究的对象之一 作为学者 他首先想到的是在相关的历史记载中 寻找到问题的答案 因为阳山碑财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石材 以及材财产 如果说它直接地从它本身来看 它的年代是很难判断的 比如说它上面并没有文字的记录 说这块石头是什么年代的 在清代学者原梅的《小沧山房》文集中 贺云敖看到了这么一首诗 《洪武大石碑歌》 诗中这样写道 青龙山前十亿方 公尺良知十丈长 只展其风为一座 欲负不负身上卧 碑如常见 青天矣 十万骆驼拉不起 从内容上来看 原梅描写了一块巨大的石碑 它的高度像一座小山 重量连十万头骆驼都无法拉动 这块石碑是否就是阳山中的那三块巨石呢 原梅是清代著名的学者 长期生活在南京地区 在今天的阳山附近 还保存着原梅的妹妹原基的坟墓 在原梅的文集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里 从这一点来看 它对南京阳山一带的山川地貌和风土人情 应该是不陌生的 在南京周边地区 除了阳山碑材之外 也找不到与诗中相对应的石碑 所以原梅诗中所说的大石碑 应该就是阳山碑材 从原梅所写的诗名来看 阳山碑材之前被冠上了洪武的字样 洪武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 公元1368年 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正式建立了大明王朝 年号洪武 早在这之前 他便开始在南京城大兴土 建造了宫殿和环绕南京34公里之长的城墙 今天 朱元璋所修建的宫殿 已经在战火中大然无存 但是围绕南京的明代城墙却基本被保存了下来 虽然局部遭到了一些损坏 今天的南京明城墙仍旧是世界上规模最大 保存情况最好的古代城市城墙 但是在保存至今的历史记载中 学者们找不到朱元璋下令开凿阳山碑材的任何文献资料 而且像阳山碑材这样规模最大 而劳民伤财的工程 以朱元璋的历史作为和人物性格来看 似乎存在着矛盾之处 因为在朱元璋的时代 整个社会经济还不是很那么充裕 朱元璋在位期间 还是社会经济是在元朝 末年几十年残铺的基础上是在恢复 还没有到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阶段 那么所以周期事情 一起工程就要显得 至少说只能限定在一定的规模 这个范围里面 元璋所生活的时代 距离明朝初年已经相隔了三百多年 而且在他的著作中 关于阳山碑材的内容 是以诗歌形式出现的 严格地说起来 红武大石碑歌仅仅提供了一条线索 并不是可以确信的事实 终于在明代大臣胡广的私人著作中 贺云敖找到了这么一篇文章 由阳山本业四季 胡广在这篇游记里寄到 明永乐三年 也就是公元1405年这一天 因为要为明太祖朱元璋的领寝修建石碑 他奉命和另外两位大臣 前往南京